大家好我是诺诺 欢迎收看我的年轻生存第五十一集 装修房子的事情不着急 我们商量了一下 绝里今天把三龙给打了 皮革一直凑不齐 不过现在看看 这牛已经很多了 我一直没舍得杀 就等着司马来帮我杀呢 你们猜为什么呢 因为司马解锁的酋长夫人 杀动物能爆更多的东西呢 为了最后一次 司马终于来了 现在开始大开杀戒 哎呀 司马被牛淹没了 都看不到人 一番猛操作之下 看就只剩下了小牛 不过这小牛的数量也不少啊 等到这些小牛长大后 我杀了一多半 司马和鸣鸭又给了我几叠皮革 桃子和黑马倒是有养殖场 可是这俩疯子 竟然全拿了附魔了 一张都没试一下也就算了 竟然反过来问我要皮革 哎呀呀这是气煞我也 好在最后我们终于促齐了 好了带上火箭背包出发 勇士们准备好了没我开始捡了哟 哟吼出来了 飞起来飞起来都别着地千万别着地 打 啊 哎呀妈呀谁打到我了 哎谁用火箭捅轰的呀 应该是黑马吧 好走还有龙骨弓呢 这哥俩武器 哎哎哎呀找我中过来了 这龙也会气软怕硬啊这是的 哎呀谁带我去断了 我先吃点东西加点能再打他 哎呀哎呀我这身上的火呀 一直都燃烧着就没吸过 哎呀你瞧这龙 雪掉的太快了简直 话说他怎么一直把我当靶子啊 哎呀 哎呀差一点就着了 哎呀 我是怎么死的 我都没反应过来就死了 吃先吃了再打 哎能去哪了 啊在这里呢 打 他逃跑了 又找我出来过来 好吧这样也好 通过来给我打 真傻呀 哎呀 四个人 这龙太惨了 毫无还手之意啊 马上就结束了 再来两三下就OK了 哎呀我的火箭背包也快断了 OK结束 捡星星喽 去员家里捡一下星星 死一回捡很多星星还是挺划算的 我刚走到楼穴旁 桃子就对我说 来给你龙头 哎什么情况 刚刚一时巨匠是啥情况 这龙头我也没捡到啊 哎嘛原来是黑马手滑放了一枪 把龙头给炸没了 哎桃子竟然没被炸死 你这防御该有多变态呀 火线筒都轰不死啊 罢了罢了没了就没了吧 也就是个荣誉的象征 好了任务完成回家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关注加评论哦 拜拜我们下集再见